大家好,我是泡泡 今天我们来配无土栽培营养液 营养液分为工作营养液和浓缩营养液 工作营养液就是直接可以用于栽培的 不需要再稀释了 一般用于大规模的生产 今天我们要配的是适用于叶材种植的浓缩营养液 比较适合家里面种的不多的情况 那我们先看一下需要的材料吧 这些都是无土栽培中常用的肥料 右边这些是提供大量元素蛋磷钾 和重量元素钙铭瘤的肥料 购买纯度99%以上的浓用肥料就可以了 左边这些提供植物生长必须的微量元素 铁 棚 蒙 铅 铜 木 这些因为用量很少 可以购买分期纯质量会好一些 这些是需要用到的工具 一个可以精确到0.01克的电子秤 我这个不行啊 买太便宜了 误差很大 你们买这种应该可以的 这个是EC检测笔 回头测营养液浓度用的 PH值检测笔 和一些凉杯啊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配方吧 一键三连马上翻面 营养液的配方其实有很多啊 我要种的是小白菜生菜之类的 所以选一个叶菜配方 然后从这里面科学的选一个最好的 点冰点叫其妈大将点到是谁跟着我走 要是不走 你是小狗 就是它了 华龙大叶菜通用配方 其实选这个呢是因为这个配方的PH值比较低 最适合十字花科这种怕缺铁的作物了 它是分成了ABC三个不同的种类 A叶呢是以钙盐为中心 把不会和它产生沉淀的放在一起 B叶是其他大量元素 C叶是微量元素 这个C叶的配方是所有的植物都通用的 完美 配料我都准备齐了 除了这个 死活买不到啊 难道我要听凭命运的摆布就此翻车吗 Low 经过我一系列缜密的计算 算出了用硫酸案来代替它的方案 我的配方还需要进行最后一次计算 我准备配15升250倍的浓缩A叶和B叶 浓缩250倍的意思就是 用配方的量乘以250 然后再除以1000把单位转化为克 你要配多少升呢 就再乘上多少 这样就得到了各种化合物的用量了 C叶里面各种元素的用量都非常少 为了方便称量可以把浓度配高一些 我打算配一升1000倍的 也是一样的算法 好了 现在只需要按照配方把各种粉粉倒进水里 女物的魔法药剂就做好了 先准备一个桶 装10升水 然后称1770克硝酸钙 倒进水里 搅到全部融化 然后称1140克硝酸钙 倒进水里 搅到全部融化 最后把桶里的水加到15升的刻度线上 搅匀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桶 方法一样的 先装10升水 一样一样称好倒进去 最后把水加到15升 西叶稍微复杂一点 先量去900毫升水 测一下PH值 加一点点柠檬酸 用西柔酸也可以 把PH值调到6左右 称去20克EDTA铁钠 这种熬合铁性质比较稳定 不容易被氧化失效 是无土栽培中最常用到的 你就不要用硫酸亚铁自己去熬合了 因为很容易翻车 连我都翻车了5次 然后再加入其他的元素 0.08克的硫酸钢只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只要0.02克 你看 这个称真的是很完蛋 等我粉丝破百万了 我要买个贵的 只能称到最接近的量 然后平均分一下了 全加完了 再加水加到一升的刻度线上 好 这瓶要闭光保存哈 我就不演示了 你们知道就行了 最后把配好的浓缩液分装一下 都学会了吧 觉得太麻烦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或者进我主页的商品橱窗就可以购买到我今天配的这种营养液咯 下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这种浓缩的营养液应该怎么使用 下期见 拜拜 拜拜